把握大事板块,抛弃片门个股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满看金融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1年4月12日8点30分 北京时间2021年4月12日20点30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老报发话,心存疑虑 老报呢,大家都知道啊,这是那个鲍威尔 他说什么了呢 昨天我在说A股说,高了了一句 他就是来一句 相信金融体系有足够的资金承受市场的重大冲击 这玩意儿让人一听起来 有这个搏梗的冒凉器,是吧 嗯,他如果这个金融体系 没有任何的风险 他为什么突然间来一句市场要承受重大冲击呢 那他那块的消息肯定是比咱们都要准确 他的数据呢,也比咱们更清楚 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说出这样的话来 会不会意味着金融市场现在已经承压了呢 那么这个金融市场承压是像07年08年那会儿由于房地产引起的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房子都很热 嗯,热的有点过热了 会不会再重现当年的这种镜头呢 这些咱们现在都不知道 突说迷离 啊,但是他这句话呀 值得咱们玩味 嗯,我就是一个观点 现在啊,如果有老抱头这句话,咱绝不绝对不能满仓 嗯,你说这仓位要加到多少合适呢 我觉得呢,有个七成,接近点八成也就差不多了 满仓嘛,现在风险性比较大 但是呢,他说这句话,我们也得分析着听 嗯,因为呢,他说这个金融市场有足够的资金承受重大的冲击 那么这个重大的冲击什么时候来 我们想想啊 06年 房地产火的时候 05年,06年有一波 这个因为房地产火而股市跟着一块火的行情 我们把这个时间轴给它拉长 咱们就以这个标普来看啊 我们来看 这个标普 嗯,大家可以看 在 99年的时候啊 在这个 因为这块他标的不准啊 这个木木他没有往前再有 在99年 2000年那会儿 泡沫泼裂这块应该是有一个搭下来的 图形 但是从小布什上台之后的第二任期 这块呢 还是我们注意啊 这块还是第一任期呢 第一任期这块 时间啊 为什么有一个动荡呢 这块呢 是他这个竞选 然后从他第二任期开始就开始持续的走高 我们可以看啊 这块一直在往上走 一直到了07年10月 实际上啊 大家要注意啊 在什么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呢 在07年5月的时候 也是中国那块530的时候 其实在美国这块就已经有反应了 我们发现 即使房地产过热的时候 就是这块啊 就这块当年 我给大家画出来 就是当年在这个区间 美联储也曾经提出过 就是市场可能会承受一定的压力 但是他当时没有说的这么严重 而这次呢 老报头说的 我们来看啊 是 他是原话 是相信 金融体有足够的资金承受这个重大冲击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啊 这是老特上台之后 老特上台之后呢 这个股市又有了这么一波气数如虹的上涨 嗯 这里头呢 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这咱们现在呢 是看不清楚 但是呢 跟大家说过 我说这个标普啊 突然间在周五的时候 没有什么成交流 因为大家注意周五那天 我由于说的是个股 没有给大家说太多的大盘 周五的时候不应该有这种情况 为什么呢 是正常来说 我们可以看 他确确实实是缩量的 因为那天正好是大师赛 好多交易员 我知道的啊 这是真事 不是说我杜撰出来了 给大家是 那个 说是为了吸引眼球杜撰出来的事 因为那天是高尔夫球大师赛 开赛 好多交易员 我知道就是即使上班 他们在那也不真正的去做什么交易 啊 所以我们 那这一点上呢 我们可以看他这交易量 你就知道 交易量还是持续萎靡的 本身这些日子的交易量就不多 这一天呢 就比平时更矮 我也跟大家说过 我说这个交易量啊 我也不希望他太高 如果在这个高位直接放量 倒有可能是跑的先一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 他这块呢 比平时呢 有更加的 挫啊 更加的矮 他起码应该是 在这块就是 在这 21左右 横住 比较合适 就是在这个21亿这个位置 那是合适 那现在呢 太少了 嗯 少到了呢 就是 连20都没有到 那就有点低了 而在成交量下跌的时候 这个价格还继续往上走 这个就难免就有点那种赶顶的感觉啊 所以说大家呢 现在呢 一定要加以小心 我们再来看看现在的股指期货 盘前的股指期货呢 现在呢 基本上都是小幅下跌 最重要的是现在拜登啊 本身也是长得有点长了啊 长得有点太高了 也应该是有一些小幅回调 而且呢 今天一会儿呢 有一个大事 就是 拜登啊 要到这个国会去寻求这个 他的基建计划的支持 也就是说 他这个基建计划 嗯 到底能不能批出这么多钱来 现在呢 共和党这块呢 嗯 好像是觉得加税加的有点狠 说可能要裹挟一些东西 就是说 我要批你这个钱 你这个税不能加这么狠 如果啊 要真批了这么多钱 而税到最后能够 降到这个25% 就是高于市场预期 就是比市场预期要好啊 好于市场预期 市场预期不是28%吗 如果 要能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呢 可能这个盘前下跌之后 是我们一个建仓的机会 因为他肯定会 往上继续拉动 但如果啊 是说 税能够降下来 但是基建计划没有这么多了 这恐怕市场呢 就要承受一定的压力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税符合市场预期 整个的 基建计划 没有削减 那么这种可能性呢 那我们就 可能会出现分化 道琼斯这块呢 相对的 就好一些 标普啊 因为是道琼斯和纳斯达克的一个中和 相对的 标普呢 应该问题也不太大 但纳斯达克呢 这块呢 就会有所承压 因为大科技呢 是面临着征税的一个重头戏 而同时 我们要注意啊 如果是基建计划批了 而加税 符合预期 就是按照28% 我们要注意一个板块 就是公共事业 公共事业板块 可能经过长时间的盘整之后 会迎来一个不错的行情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 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